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第2930集 对于目前这个情况 常凡也不太好发表什么太多评论 只能是摆了摆手 把话题岔开 哼 李菊啊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 不辛苦 那张先生 这边事情已经解决 那我就不多留了 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这饭马上就要好了 多谢张先生的好意啊 不过我那边确实是有事情要处理 张先生放心 等我把事情全部调查清楚以后 会第一时间送到刘文海书记那里 绝对不会再让这些个人有机会 再出来作为作福了 好 多谢了 行 那张先生 我就先走了 说完 李菊便转身离开 路过白晨一男子的身边时 白晨一男子望着李菊充满了期待 李菊 是我呀 是我呀 我是秦复仙的秘书啊 哼 恐怕咱们线 马上就没有性情地复现了 李菊说完这话扬长而去 那白晨一男子看着李菊的背影 面色铁青 等李菊出了大门 众多之父男子也是纷纷地跟着出了门 院子里再度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张凡再看了看行海的面相 他吉恶宫的那些灰气已经是彻底消失不见了 于是他转过身对李大厨说道 李大厨你放心吧 你小舅子的事情绝不会因为今天的事情而被影响 喂 李大厨急忙笑着答应 随后感激道 谢谢您啊 张先生 他刚才亲眼看到了李菊对于张凡的那副恭敬态度 更听到了李菊对于白晨一男子的话 一句话便可以让一个县里面的三把手落马 枕腾力非同一般呢 谢我做什么 你小舅子本就不应该被今天的事情牵连 如果真的要感谢 我还得感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 今晚我上哪吃这样的大餐呢 哪有哪有啊 李大厨尴尬地挠挠脑袋 随后 行海便把张凡和黄青云在此招呼进屋 三个人则继续聊天 晚上六点三十分准时开席 三十多个菜 各种的龙峡鲍鱼 山珍海味应有尽有 不得不说 这李大厨的手艺的确是不错呀 第二天一早 张凡还没有醒过来 手机便响了 来电显示是一个本地的陌生号码 喂 哪位啊 小伙子 咱们昨天见过面呢 我是那位想和你合作的老道士 现在所有情况都已经打探清楚了 你现在有空吗 哦哦 那个我还没起呢 我马上起床 十五分钟以后 我去你那儿 好嘞 那小伙子 我等你啊 二十分钟之后 张凡黄青云金袍套时 坐在了店铺的插室 张凡和黄青云的手里 还都捧着一个煎饼在那儿吃呢 大师 你别在意啊 没吃早饭呢 这有什么呀 年轻人不像我们老年人 叫少 爱睡觉很正常 人是铁饭是钢 那不吃饭怎么能行呢 我年轻的时候啊 比你们还要率性 比你们还能吃 你们吃你们的 我说我的 金袍道士门脸微笑 向张凡他们 讲起了这次的事 我二十岁的时候啊 也就是五十年前 我跟我师父出门历练 是在龙门石窟的周围 遇到了一条 刚刚从大交肚结成功的猛龙 这猛龙看到我们 并没有为难我们 而是直接就钻进了石窟里 可是这猛龙钻进石窟 还不到一刻钟 没有三名第三经强者 手持法器钻进了石窟 三人一猛龙 从石窟里面 战斗到了石窟外面 最后啊 就落了一个两败俱伤啊 我和我的师父呢 一直在暗中观察 在如此情况下 我师父便动了 坐收渔翁之力的心思 等到双方都斗得不行的时候 他果断出手 结果没想到 无论是猛龙还是那三位强者呢 全都是留了后手的 双方一致来对抗我师父 我的师父呢 也就这么被斩杀了 唉 那时候的我 两方面实力不过是处在第二经第一段 跟你插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唉 当时我眼看着我师父战死 我愣是没看出去 我师父死后 猛龙和那三个人便继续交战 到了最后呢 那三人被猛龙所杀 不过这猛龙呢 也是奄奄一息了 在那个时候 我也曾经动了 和我师父一样的念头 坐收渔翁之力 不过死亡的恐惧 战胜了我的贪婪 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出手 可是呢 我也并未离开 直到三天之后 石窟里面传出了一声 低沉的莽罗吟 这声音给人一种垂目老人 垂死挣扎的感觉 隔了一天 我撞着毯子 钻进了猛龙之前 进的那个石窟 在走进了石窟 三十米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 巨大透明的结界 结界里面的 正是那头猛龙 那猛龙已经游进灯窟 除了头还能动 其他地方 再难动弹分毫 那猛龙看到我之后 仿佛是一口浓潭 从其口中咳出 直接便喷洒在了 那结界之上 那结界就从 透明色 我便又动了 去夺那 猛龙躯体的心思 这一方面 也算是为我的师父 完成了遗愿 另外一方面呢 也算是满足了 我的一些贪婪之心呢 我查阅过大量的 相关资料 那猛龙死前 盘卧的方式 名叫昆寿 这种盘卧方式 可以说是 猛龙的天赋神通 也可以说是 猛龙渡劫之时 在经受天地法则 洗礼之时 对于天地法则的感悟 猛龙已困兽的姿态死亡 第三境以上 第三境第六段以下的修饰 会被困兽的力量 排斥在五米之外 不过 这困兽对于 第三境以下的修炼者 并无排斥作用 第三境以下的修炼者 可以随意地靠近那猛龙 但是呢 这困兽对于 第三境以下的修炼者呢 又有一番 另外的限制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记得点赞留言